时尚不分年龄 应该各个年龄都有 那年到老了 这就不务正业了 你怎么看这个呢 谁规定了说60岁以后 退休就不能再去做事情 你们现在怎么看 躺平这个词啊 因为你很累的话 你是可以躺平 但是它不能变成一个状态 大家好 欢迎关注东西闻 中外网红对话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曾奈 有没有想过 当60岁的时候你在干嘛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当你老了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大家好 我是孙杨 是网络上的时尚奶奶成员之一 我们通过小视频 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退休的生活 我是来自埃杰大尉 我今年26岁 我就是在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学院读硕士 孙老师啊 我这一直都是您的粉丝啊 今天终于见到了 谢谢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像你们当时取名这个时尚奶奶 为什么取了这么个名字呀 因为我们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都是比较爱美嘛 对时尚这方面比较关注 因为好多人认为哈 时尚就是年轻人的 到了奶奶感到时尚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时尚不分年龄 应该各个年龄都有 那咱们像穿旗袍啊拍摄走路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穿旗袍首先你就要有仪态 没有胖瘦无关 就是你的仪态 你穿上旗袍你会不由自主的就要把胸挺起来 大伟你看奶奶这样穿旗袍感觉怎么样啊 这么有气质 然后这么好看的一个状态 它真的在证明年龄只是一个父子而已 孙老师 您看您现在做这个网红啊 我觉得您特别的专业 那在您之前也是干跟时尚相关的吗 没有 完全没有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样 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做过英语老师 就对时尚这里比较感兴趣 仅仅是业于爱好而已 那我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有的人也会说 说像比如像您啊 之前是老师 那您到老了 这就不务正业了 您怎么看这个呢 我觉得对人生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只要它不违反社会公众的这个道德标准都可以做 再说谁规定了说60岁以后退休就不能再去做事情 你可以二次创业 你也可以在家里头享受晚年 每件事情都可以做 只要你自己愿意 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就提到了说躺平这个词 您对这有什么看法吗 躺平的就是一个偷懒的 你年轻就是奋斗 你有些人羡慕 说我就想成为你们这样 成天好像除了玩就是玩 但是你没有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奋斗 我们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去劳动 我真的干了一年 可能我挣的钱还不够养活我自己 还欠着队里的钱 那个时候的苦 现在年轻人也是无法想象的 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年轻人躺平这种状态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现在压力特别大 就像您说的 那觉得我努力了好像也没有结果 你不要想一下子就有结果 你是努力的 但你的努力可能就不够 这个过程不是一年两年 几十年的积累 人家说你们现在这么漂亮 我说我真的到老了 我才听到人说我漂亮 年轻的时候没有人说我漂亮 大伟啊 那像你们年轻人 你们现在怎么看躺平这个词啊 躺平如果是短期的 如果是因为你很累的话 你是可以躺平一天两天三天 但是它不能变成一个状态 因为生活很公平 它肯定不会把一个努力的人 和不努力的人放在同一个位置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都把网红作为了一个第一职业选择 您会让您的孩子去当一个网红吗 我不鼓励把这个网红作为一个职业 如果整个形势变了 那你这个职业就没了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培养 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来做职业 你在中国也这些年了 你觉得在中国和你在埃及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 我觉得两个国家 在很多方面比较相似 但是我觉得中国真的把文化的根源 都作为一种传承 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旗袍 但是呢可能在埃及 你肯定不会找到一个人 现在有法老服装 这种文化传承 也可以在语言 也可以底线 中国古代的汉字 它发展了 它没有变 我觉得这件事 让我很开心 感谢今天二位嘉宾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这样最后呢 也请我们两位嘉宾呢 向我们的这个青年朋友呢 再说一句鼓励的话 孙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不要着急 一定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你只要是喜欢 执着去做 未来一定能看到希望 但是呢 就不要偷懒 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你是这个社会的成员 你要好好地融入到它 我们一起努力